大家好,我是格安立威的品牌大使,地瓜 歡迎你們回來我們這邊,地瓜大使愛光威 台灣人最愛喝的就是丹尼米亞維士忌,Single Malt 可是有人要來跟我地瓜呢? 他是誰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格安立威的品牌大使,我叫Rex 你剛剛說丹尼純麥是台灣人最喜歡的酒款是不是? 最愛的 但我記得好像在全世界喝最多的蘇格蘭威士忌 好像是調和式威士忌喔 調和式威士忌是一個非常非常有高深學問的一個蘇格蘭威士忌 因為它必須完美融合各個不同產區還有酒廠的特色在裡面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行家,你一定會去選擇蘇格蘭的調和式威士忌 你知道它一個重點,產區 那我們等一下來介紹物達產區 好,第一個我們就要說是Lowland 低地區 Kampel Town 坎培爾鎮 艾拉 艾雷島 海蘭 高地區 Spaceside Spaceside 那這些無產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它們的味道會不一樣 那我要特別來講到Spaceside 這個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它的酒廠非常非常多 現在好像是整個蘇格蘭所有產區裡面最多酒廠的一個產區 它天氣比較冷啊,這個天氣很適合 而且對於威士忌來說水質非常的重要 那邊的河好像它的河水都可以直接生喝的 很純淨,這個很適合拿去做威士忌 那單一麥亞威士忌的特色就是在它的個性 每一家酒廠都有自己的個性,特別的味道 那調和式威士忌到底有什麼特色呢? 我覺得調和式威士忌更複雜耶 你剛剛說每一個單一純麥的酒廠都很有個性對不對 但是調和威士忌就是要調和兩家以上不同的單一麥亞的酒廠 那你同時又調和到了麥亞、圓酒跟古類的圓酒 要怎麼樣把這些不同的酒廠跟這些不同原料的圓酒調和在一起 我相信這個學問會是非常的大 調和式威士忌你了不起是不是? 當然了不起啊 那來PK吧 特朗利威士忌18年,我們最有名的第一個酒廠 那我拿在全世界得獎無數的百靈坦17年 跟你PK 來吧 那Rex我跟你說,我們格安利威士八年 就是Alan Winchester,球星男酒師,他最愛喝的一款酒 熊曲比賽,這將一附著 那我來跟你介紹一款更得獎無數的一款酒 就是我們的百靈坦17年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這本書叫什麼?叫Whiskey Bible 就是威士忌聖經 百靈坦17年在國際上連續多年 拿到了這個Whiskey Bible的最高分 老實說我還蠻想喝看看 好喔 好 那我們直接來喝看看 格安利威士八年,我先幫你倒一杯 拿給你 好 好像有花香的味道 香氣上面雖然聞起來蠻清新的 可是你會覺得它同時又帶有一點濃郁的水果香氣 我們男酒師的Alan,就是Alan Winchester 壽星男酒師,他每次都會說 是Banoffee pie這個味道 Banoffee,就是Banana Toffee 香蕉,未來水果,還有台肥糖 這種甜味會出來 對 所以Rex,從喝格安利威士八年 你可以了解格安利威士的 就是像你說的 花香帶著水果味 我剛剛在喝格安利威士八年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有一種感覺是 我坐在花園裡面野餐的感覺 那我吃的東西好像是水果派啦 或者是一些果乾啦 所以你會覺得非常的香甜 搭配身旁的一些花香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喝完了你的酒 接下來就來喝我們的酒 來,17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 沒有像格安利威士八年那麼有 power,沒有那麼強壯 沒錯 它比較文柔一點 其實我現在問到一個味道蠻特別 拿鐵 像咖啡這種味道 有點拿鐵creamy那種 很creamy的感覺 調和舒威士一向強調的是 我們細緻的平衡度 百零坦17年 喝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百零坦17年 很棒的地方是 它很balanced 它的味道非常平衡 沒有太甜 沒有太鹹 鹽詢味也沒有太重 跳得非常好 剛剛蒂花講到一個重點 對於調和舒威士忌來說 什麼東西最重要的 就是balance 不同酒場的個性 甚至不同產區的特色在裡面 經過首席調酒師的手 去調和它 所以你會發現 豐富的層次 但必須是用平衡的方式去表達 這個就是調和威士忌 最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Rex你要這麼去形容 法令和調和式威士忌 我會覺得比較像是 SHE吧 C 你是電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情話 很重要我要說的是 我希望你可以了解 就是丹尼麥亞酒場 就是有自己的個性 我了解 他們不了解 不管你是喝丹尼麥亞威士忌 還是喝調和式威士忌 都是好的 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好 算了算了 最後的話就是要謝謝我們的Rex 裏麥大聲Rex幫我們 介紹白一潭威士忌 那最後當然就是要跟你 算了算一下吧 丹尼麥亞威士忌 是丹尼加酒廠釀出來的威士忌 會有表現比較有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特色 那調和式威士忌 它是利用非常多不同家酒廠的威士忌 就調出來一款很平衡的 那大家你最喜歡喝哪一款呢 大家都很清楚什麼叫做丹尼麥亞 什麼叫做調和式嗎 下次你可以兩個都喝看看 再決定你最喜歡哪一個 當然 你就是維宣戈蘭利威 那我們地瓜大使愛光威 下次見喔